db 哦 呦 所以現在我們用的就是X9C 這次他的螢幕又進一步升級了 你們之前講不會瞧點音啦 現在 拍你 立投 好 再來第二次 使用功能 遊戲 有這個手機 現在你可以當HAPPEN來用了 我們再來試這個 第一次過兩粒鐵釘叻 以后你老婆生气是不是 不要生气啦 给你刷我的手机 低伤都很耐哦 哥哥关你小脸 真的超耐 谢谢 所以这间X9A就已经很硬了 它是可以1米的高度跌下去 X9B 1.6 X9C 2米高 X9C 3米高 还给你365天前后包换给你 这个时候一定也有用户担心 这样摔法也会有内伤 其实在结构方面 它针对上一代缺点进行优化 增加了很多缓冲结构 抗摔的同时也能保护到 机子里面的零部件 真的是煮会熟的啊 这些咯 烧的呦 不要开玩笑哈 下面还有一台手机 这些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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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后面震下去这个火锅 你看这个温度这样高啊 露下去都会熟的情况下 这个手机依然完好无损 这个是支持IP65防尘水 还有刚刚一系列测试的非常 非常 非常 耐摔 还可以这样耐扫 还有水 哇 这个水的桌子 还好这个Costom没有爆啊 爆了我就够力了 比手机不要 现在我们就测试工业用的水压枪 一般我们家庭是不可能用到的 可以吗 可以 只有水 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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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弹得很强耶 很粹的耶 这样子 叔叔保护你 你让我觉得这恶事 我让你把这些弹努力 哇西瓜都拼了 来拿拿 拿给你 以后吃西瓜哦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After everything 了过后 你看 这个手机 看看看 诶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诶 工业型水压墙 割下去木板都爆 西瓜都脆 后面的木板要不是顶住墙壁 我看这个木板都倒下来了 Coconut的壳都设烂了 手机没有事情 X9C多牛逼 其实它应该要X9B才对 比较顺 X9B多牛逼 X9C有多C C是 means carry This one can carry 所以今天的实验成功 没有报 很安全 当你觉得这台手机扛摔防水 还很持久 极强续航6600还支持66W闪充 在没有增加重量和体积的情况下 达到6600 这些都要归功于它的 三代青海湖电池 体积更小 能量更大 极强的生命力 高温不怕爆炸 冰寒不怕冬眠 极度低温也能达到长续航 我们放了差不多6个小时 从原本的88%跌到一个69% 扣了49% 6个小时开出屏幕的情况下 可是它的温度不够低 所以我觉得我要放 结冰的地方 看一下它可以活没有 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现在已经好了6个小时半 然后冰箱的最低温度是去到一个-20度的情况 然后手机的温度是在-10的情况 手机还在工作 电量也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电 如果你门之前面对到手机掉电特别快的问题 不抗动 那么这个青海湖电池 无论是烧还是冷 真的挺抗的